第二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水杯套的编织方法 下面我们开始 我们先把杯底编织出来 杯底呢,我这里通用的是勾12个长针为圈 第二圈,在每一个长针上面勾出两个长针 第三圈,隔一针加一针 最后的针数,要保证是双数就可以 勾完杯底,开始编织杯深的地方 先勾一个锁针起立 再勾引把针的地方 这里呢,勾一个短针 这一圈呢,先全部勾短针 下面开始编织第二圈 三锁针起立 这个三辫子呢,作为一个长针的使用 中间再勾一个辫子 勾针绕线,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也就是第三针 上面勾一个长针 一辫子,空一针,一长针 这一圈编织完成,最后还剩下一个短针 我们直接空过去,勾一个辫子 在起立针第三个锁针这里,勾一个引拔针 开始编织下一圈 水杯套的主体呢,就是重复刚才的第一圈 一圈的短针 一圈的长针 和辫子组成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一圈呢,要编织短针 在两个长针中间 也就是一辫子上编织短针 长针上面编织短针 这一圈全部编织短针 勾完这一圈之后 下一圈又开始重复第二圈的勾法 一长针,一辫子,空一针 继续,一长针,一辫子,空一针 大家按照这两圈的编织方法呢 一直勾到水杯 自己水杯需要的长度 勾到我们需要的长柱之后呢 就停下来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圈呢 我是停留在这个短针 这一圈短针上面 大家也可以多勾两圈的短针 勾完之后开始编织水杯的提手 提手这里呢,勾得非常简单 面子针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有许多勾水杯套 还有包包的一些包带 都可以作为水杯的提手来使用 水杯的提手呢 不建议大家勾得太长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提着水杯 而且它是越拉越长的 稍微的有合适的长度就可以了 勾完辫子针之后 我们找到对面 相对应的这一面 勾一个引拔针 大家也可以这样在变的针上面 继续勾引拔针 再引拔到刚开始的地方 这样呢,这个水杯提手就稍微的粗一点 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